就要全面的那個調查的地區 那他這次大概也把這些都花脫了 那其實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是羅家他們原本就有的工廠 你說羅慶人那一塊 就是下面的這一塊 就是他們玉山石 某個部份 某個部分 然後可是你可以看到大概八成 全部都是他以前的 就是你就算只算他們自己的面積 就是這一次的開發的面積大概有八成 都是以前他們就都在他們的舊礦區裡面 所以本來舊礦區被取消掉 然後台塘又取了這一塊 台塘那一個為什麼當初在大家都已經說 西部要停採然後要盡採之後 他還可以拿到那邊的礦權一個時間 而且他拿到那個礦權之後 他完全沒有進行實質的開採 然後最後是讓雅妮在他們自己的礦權到死之後 然後無縫接軌去買了他們的礦權 然後讓他們用 可是你不是說雅妮原來是這一整塊 所以應該包括台塘這一塊啊 沒有這個是九十二年後 那所以這個紅色的是最早嗎 對最早最早是這一邊 我是把這一塊也畫進來的是 因為我只是這個概念是說雅妮曾經的礦區 包括哪些地方 所以他本來其實是大概是這樣子 對一開始是一開始是沒有這一塊 就是這個這個L型是沒有 樓欣妮那塊沒有 然後後來是到無縫接軌才到這一塊 對可是就等於說他前前後後 這個地方都是他公司 對羅騎人 反正就是以前台塘的 然後雅妮現在只有這一 他們現在升級了就是這一塊 對對對 那可是這樣羅騎人跟羅騎人 其實還是沒有連接到啊 還是說這一邊 這一邊也是羅騎人這樣子 對 這個是羅騎人 就跟你講說他們把他們的那些設備啊 就是分別給羅騎人跟羅騎人 對羅騎人這樣子 他設的好奇怪 一塊在這裡拿 一塊一點點在這裡 當初台塘會拿到那塊礦泉 本來就是非常詭異的一件事 他完全的完全沒有道理 他那個時候是這一邊 已經要被化為礦業保留區的狀況下 他居然可以在這裡就升級的新況權 而且照理來說 西部那個時候的政策是一定不能有新況權 好應該就 然後不是說這三個的 三個案子的總 原本的總計畫開放面積是81公頃 是 這一塊大概是十五十六公頃 就是原本玉山實況 對 所以其實其他範圍加起來 差不多就是 這一塊就是十五十六公頃 就是本來正房裡這一塊 對就是原本玉山實況的礦泉 對 所以這塊玉山實況 然後這邊本來都亞泥 對 其實這個也都是亞泥 對 以前也都是亞泥 以前也都是亞泥 那你們覺得亞泥現在會在西部部門 跟什麼徐家整個布局有什麼關係嗎 我們是覺得說他其實在東部採礦 確實是遇到越來越大的主力 因為他們跟泰魯閣族人的獨立爭議 然後而且他們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採礦 這個其實對他們就是一直有一直有官司 然後而且他們又敗訴 對 對然後所以他們應該是對於東部的那個他們還能夠 那樣子順利的繼續生產多久 是多少有一件危機感 所以他們確實有在想要佈局 然後回到西部來 但是說實話我覺得其實相當的不值 而且對於西部來說 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社會大眾來知道這個案件 因為其實這個在現在的時候